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就算是黑猩猩 都懂得偷偷报你,又还债的概念 你帮我触失 我就自然帮你拗痕了 人类的债就比动物複杂得多了 欠债未必会还钱 债子无力还,勉强还的话 有时可能懂得其反 我说的当然是希腊 欧洲自古以来 就你打我,我打你 各国一时糖痴豆,一时水溝油 互相竞争又要有贸易往来 二战之后,欧洲各国发现打破关税 原来可以挽救一决不正的经济 所以先后成立了三个 独立运作的共同体欲成其事 欧盟正式成立 但交易时仍然要兑换货币,增加交易成本 直到后来成立中央银行推出欧元 才告一段落责 希腊在1981年加入欧洲共同体 但经济未如理想 后期正式加入欧元区 有了统一的货币 比以前去欧洲旅行 代十几种货币可谓方便得多 不过经济疲弱的希腊就可怜了 他没有办法靠贬值来增强出口竞争 债外汇 结果只能借态度日 加上税机不足又有出没入 唯有借更多的钱还债了 一朝债主流门最终便爆布了 作为欧洲第一经济体系的德国 虽然不是很愿意 但都帮他还了大部分债务 不过都长份难顾的 希腊就是要抛肩头 紧速开支 减少国内开支 反而造成失业率上升 和税收减少 最后可能没力还债 苹果募集100位爆料公民 每月独家爆料两则以上照片或影片 如采用当月就发2万元奖金 爆料拿奖一举数得 照片1000影片2000元 每周点月出最高再送奖金5万元 全民监督社会从爆料做起 爆料请打电话或用APP电邮等各种方式